但是是在9局的下半才有比較密集的一個攻勢 在比賽的前段其實對於富豪來講 整個攻勢是受到一些阻礙的 也讓昨天的先發投手獅子籤的部分 是回回了將近4年的時間 再次能夠吃完的7局 而且只掉1分 那可惜最後是跟勝投獅子交臂的一個狀況 對 昨天的那個投球 投得非常精彩 是 那這場比賽也即將要展開了 在1局的上半是台岡熊英要來戰盡打擊區 先發打去是第一棒的曾子佑 第二棒郭詠維 第三棒王國榮 第四棒魔英 第五棒是杜嘉明 第六棒藍英倫 第七棒是張兆元 第八棒王國璇 第九棒是洪偉翰 這是在今天台岡熊英隊的先發打擊的順序 而富邦漢將今天安排的先發守備陣容 一雷手范國城 二雷手董子恩 三雷手是... 二雷手是葉子婷 三雷手是董子恩 又一手王勝偉 外雷手部分有左是佑 王政堂 王勝浩偉以及林哲軒 那今天先發的頭譜搭檔是 楊頭國歌 以及補手戴培峰 比賽開始 目前球數已經來到了 兩顆好球 兩個壞球 魯歌的控球的狀況 在比賽的一開始 好像... 有一些些... 比較不穩定的一個情形 而且其實剛剛 透過我們賽前的一個轉播畫面看到 好像... 曾經馮總教練對於... 不知道是現場還是台剛雄英這邊的攻擊 有什麼樣的疑慮 不過比賽還是順利的來開始了 這個球頭在內射偏高 在滿球數的情況之下